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对一国两制 反对台独 国庆直播问两岸政策也是找张善政救援 国政团顾前顾后三番两次出来澄清灭火 还得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球 现在的年轻人要放弃65岁就退休的一个想法 65岁要退休 要不要退休 你可以假一下 因为你65我还没有65啊 不想答不会答的撇过头 统统丢给顾问团处理 韩国瑜副手人选四处碰壁 最后敲定张善政搭档拼2020 但十个月前张善政可是这么回答 你会被搭配成副总统吗 你有没有让自己成为这样的学校 我也没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 我当即做副总统最好 当副总统还不如去做我的假日农夫 有了前面那个头之后 在想办法帮他圆 所以被叫成张善后 对 所以在这个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觉得对于国政顾问团 或是对张善政院长 其实是有很大的减分 曾说宁愿当农夫也不考虑参选 如今却接下重担打脸自己 然而张善政带领国政团 善后次数远多过宣传证件 就怕在选民心中信用已经打了折扣 三连新闻 李文胜 曾家宣 台北报道